他武功内外双修 已达几亿 是端木武林世家的嫡传子弟 按家规是不能出来应酬世俗的 但李渭这位总督 生前于他有救命之恩 又亲房乃父 极力撮合成了和陆海英一段的姻缘 李渭夫人翠儿亲自致函 邀他护驾 这个面情也实在却不得 因此乾隆一行李 他是唯一没有关身的客户 此刻他用家传太阴消影功 丝丝抽着乾隆体内的病气 乾隆脸上潮红渐渐消退 连几云也松开了手 说主子脉象已经平和 梁庸先生 我见过烟主 英主 给主子发工医治感冒 也是你这般动作 都是不到一袋烟的时辰 也就痊愈了 他们是你家传公子弟 难道比你还强 端木和几云一起磕头起身来 笑着说 主子确然是有点受了风寒 只怕这病啊 和那位变先生略有点干系的吧 乾隆晃了晃头 觉得耳目清亮 随挪身坐到床檐 听见这话 心头一震 脸上已经变色了 说 他敢用邪法害我 贼子胆大 殷佑牧师几云说 你还记得此人不 这人在山东大闹平阴县 我们亲眼见过 他是个女扮男装的 也许竟就是一英本人 院外一阵风掠过 将窗纸鼓得瘴起又凹下 满屋的烛光都是一摇 封门上隔年贴的佛字 掉了脚 在丝丝凉风中速速抖动 接着两雨洒然而落 沙沙响成一片的雨声 像是残房里春残世丧的声音 细碎不可分辨 给这风高月黑之夜 平添了几分不安 几云摇头说 不能吧 风力雨粒中 他的声音十分清晰 我记事时 一枝花已经很出名了 山东时没有看仔细 他能这么年轻 他有五十多岁了吧 出落得这样 那还不是个妖怪 那他为什么使邪术害我呀 端木良雍沉吟着说 这人功夫义正义邪 在这样的庙里 有这样的高僧 什么邪术也是使不出来的 他用纯阳功 注入主子体内 是想试试主子 是不是武林中人 这不是骇人的功夫 体气弱的 还有补义呢 我们这群人 除了年野 就是主子 也都是有功夫的 盖英豪的盛旗楼大会 其实是和黄天坝 叫阵夺盘子 他摸我们的底细 也不为无音 至于 是不是一枝花 那就难说了 年功 你是除了孔子 谁也不信 江湖道上 有一种不老回春宫 只要是童男处女之身 练得老死 容颜也不会变的 他这样说 众人尽管疑心未去 也都暗自松了一口气 几云叹道 宋儒以来 动辄用道学标榜 苟言责备别人 自己一肚子龌龊水 其实旗帜异能之事 春秋以来不绝于是 古人何尝慧言 鬼神之事 空子不论 但圣人从来也没说过 鬼神不存在吗 讲经讲义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真正的说 儒家治事 事道即事 只要不离了 忠树之道 也就没有离了个人字 儒道不畅 就生出些观狗 世道不畅 就变出白莲教 一类的悖逆邪碎 说到底 唯情交理 迎狗力图 把人心都给搅乱了 多几个法空和尚 这样的道德之事 有益于劝诚 不关于封教 与儒道 倒可以相辅相成呢 说着 便将抵报文书 奏读截掠 捧给乾隆 说 没来及看完 就赶过来了 主子要是不是 留到明天再辟也好 福衡他们刚走 只送了一份请安折子 也夹在里边 乾隆一路封尘 下船到总督衙门 又见人又办事 又光庙 与和尚作画 一日下来 情势纷繁 光怪陆离 很想躺着 静静神 今天的事 还是今天办 想想 他又不愿意破例 无可奈何的一笑 因坐到桌前 就着灯光 看奏折截掠 漫不经心地翻着 用墨笔随意点圈 口中说 你方才的话 有意思 你的岳威草堂 写到第四卷了吧 接着写 很好的 如今世事 就坏在一群 口是心非的 道学官身上了 满口仁义道德 一肚皮难道女昌 标榜门户 排执异己 什么这个党 那个党 都是狐朋狗党 是他一党的 什么坏蛋 都能包容 不是他一党的 就是包公海瑞 也要栽赃诬陷 这一件是你的心 你自己拆开吧 印江阿贵的书简 推给几云 翻看了炉桌的奏折 又对着看 甘肃巡抚的奏折 却在炉桌的奏折上批道 揽奏不胜佳月 卓尔前往清河 朕初衷略有不衬一处 何者 因而戏犯过 启父官员 恐因己过 而畏惧人言 不敢大胆认识 负为萧小辈所误也 官清所为 朕父何忧啊 习我圣祖 不以郭佑之罪 遗而不用 足成全一代名臣 朕于清亦有厚望矣 免之免之 所请斩谢家畅三名犯官 赵准 报例行二部备案 和田出售暂停 以旅有指 以前军机处 停与时日为限 造账清单 报护部公布存墓 凡在县外 移交地方官处置之和田 一律回收而衙门管兆 万物因寻原情 已至疏漏 钦此 另告 甘肃金秋雨水充沛 此故好事 但恐水涨 泥沙必拥淤下游 何妨曹雾拒不可待 此夕而本身差时 悟呼悟呼 写完抬头 见几云捂着口 不住地发笑 割了笔 四笑不笑地问道 怎么 我的字 看不入你的法眼 几云吓了一跳 忙说 先帝的字清俊道庭 已是当今第一流的书法 主子的字 比先帝还要中正和平 这笔字龙祥奉篇 就是书胜也不敢说不好 我是见阿贵的信里 附有海兰茶夫人 给海兰茶的信 写得妙不可言 思量着忍不住笑 乾隆握着笔管说 嗯 读给我听 几云抖开那张信纸 口中说 是 仍旧是笑 摇头传眉 审量着半日才说 这等文字 头一遭见 我实在是学识浅漏 读不下来呀 哦 还有年功 读不来的文字 乾隆诧异地锁过信来 见上头写 狗蛋他娘 告说狗蛋他爹 看了这一句 乾隆已经是哈哈大笑 说 呵 这称呼别致啊 接着往下看 夜来睡地里 河蹭醒了 是狗蛋踹了老娘我一脚 思量你又要坐船 去当屠户 心里滴溜溜地放不下 又怕船上遇着混账浪女人 狗引你不得安生 我瞅着你呀 杀人挺能耐的 比我宰鸡还容易 皇上赏咱们一处宅子 几里拐弯的不小心能摸迷了 你好生给皇上挣个脸 我才住得安呢 阿贵爷来看我了 还送了两个小死 一对丫头 小死们一脸迷糊下 丫头们甚是撒溜 都带狗蛋好 狗蛋仍猴天猴地的 左个不防 糟糟糟地上了树 又爬房 如今是少爷了 得打打了 你在外头 不许看别的女人 刀头上的勾当 女人晦气 等你回来呀 要是我不够用 我给你挑两个小婆 听着 我给你上香 难无阿弥陀佛 难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丁额尔上 乾隆没有看完 已是笑得浑身直抖 说 这些呢 写得好 给皇上争脸 是少爷了 得打打了 不许看别的女人 这处处都是警句啊 把信专给海兰茶 叫家木传与丁额尔 我也不许他看别的女人 打完仗 就叫礼部你票 还有赵慧那位云夫人 进封告命 那一封信是谁的 给我也看看 几云笑道 这是家木 亲封密间 请转您拆看的 我没有敢看 一边将信 地上 乾隆接过信 拆开火器印封 却是两份 一份奏折 还有阿贵的副片 先看奏折题目 阿贵的字又见长了 上面赫然写着 臣斗光奈贵奏 为户部尚书 监理研运督察史高衡 贪毒坏法 官卖私言败坏朝廷 严克氏 请旨革职所拿 厌时 依律问罪 以正国法 而理严克 谨沉上奏 乾隆脸上的笑容 顿时消失 碎儿脸色铁青起来 音见奏折很长 先放到一边 展开阿贵的信来看 前面是几句 请安的套语 正文也不长 写道 斗光奈奏折 戏明折拜发 弹河高衡 大理寺请诏 转抵报 奴才 因私干系重大 暂行压留 戴成主子预览之后 遵旨成办 斗光奈 在县系督察院御史 抽调四库书编访 原职未免 闻其为人 耿直迂阔 此则 细赴扬州采访 图书史即发 高衡久居 顶贤重位 且执掌言恶多年 乃亏空一时得补 事甚可疑 然以官卖私盐 粗算可得赃银 六百余万两 奴才辗转私之 恐其未必如此胆大 另有扬州采访局 唐力 夏某 密函告奴才 高衡在阳 朴昌宿记 扬州之府裴某 成门岭 晋某 屈额奉迎 知有不堪入尔之会行 甚入关键 奴才以致函引机善 着查明据报 下面还有几句劝乾隆 以养龙体 物作白龙鱼服之游的话头 乾隆已不耐反看了 推到一边 取过豆光奈的折子 仔细地渗亮 外面的雨 似乎下得大了些 沙沙索索地 打在树叶上 一片密不可分地 想成混亡一片 瓦颜绝溜声 暗道的水声 透窗而入 仿佛无数人 在汤水来回走动 这里滴答 那里呼桃的喧闹不止 屋里的四个人 端木门边站着 几云视力乾隆的身后 燕红和英英 守在那套房门口的燕桌旁 都是表情木然 大气也不敢出 呆呆地看着这位天下至尊 不知过了多久 乾隆缓缓放下奏折 两手巨暗 食指搅着 松弛一下又搅起 似乎心绪十分的纷乱 连前度也牵连在内了 他立起身来 悠了几步 望着自己奇长的身影 不语 梁九 吐了一口气说 唉 这个窦光奈 太鲁莽了 还有恶善 还有干山两个巡抚 一个折子 横扫五位 一二品封疆大力 高横 还是国欺 别的人不敢保定 恶善 难道恶善也贪财吗 小兰 有一日 你也会变成贪官 几云正听她说 窦光奈鲁莽 忙着按这个思路说话 忽然有这一问 倒被问得愣住 片刻才回神说 臣非圣贤 也有贪念 但读书历世 明晓厉害关头 只在一念之间 不敢取非分之才 旷圣主在上朝西 垂饭垂焦 殃敢不自爱 臣永不作贪官 连恶善人品 臣也是赶保的 砖河 永定河 几项河宫差时 过手银两不计其数 他要贪 何必要从高横严税中取利 高横行业不减 好色的事 人尽皆知 无品之人 何事不可为 窦某弹劾他 也不为捕风捉影 臣以为此辙 可以流中不发 着刑部 大理寺 派员查时之后 分别处分为好 乾隆冷冷地说道 刑部大理寺这些人 能查时了这几位大员吗 只怕难 流中不发刻意 但高横 在扬州花天酒地 胡作非为 似乎不假 你来你指 嗯 据扬州地方官身 于情得知 都沿运史高横 贪婪荒淫 行为卑巫 着急隔去本身一切的直贤 回京待勘 你不剥掉他的老虎皮 谁敢动他这位国舅爷呀 几云末地出了一身冷汗 前天在船上 乾隆见高横 整顿延误的折子 还欣然诛批奖赞 条理清晰 不负阵望 由此熏期国之归宝 不到二十四个时辰 轻轻一张诏书 高横已身在不测之火中 患海浮沉 如此令人惊心 他自觉方才的话 还不切胜意 心头更是乱絮难理 提笔原末 都有点手忙脚乱 末之露笔低下 忙用手接了 暗自庆幸 险些误了赵叔的马指 乾隆笑着说 做了军级大臣 还这么毛手毛脚 你的话并无错误 我也信得及恶善 还有庄有功 李氏饶 都是可造之才 连同干闪二巡抚 你私人写信给他们 告知这件事 叫他们安心办差 静静恭勤 不必自已 明天 让尹渊尝下牌子 扬州的那个姓裴的 什么来着 还有姓晋的那一个 和高横一例 革职 几云此刻已完全平静下来 刘欣听乾隆的吩咐 时常并列相提的 前度已不在内 便知继高横之后 这人也要在了 长着神 安详听完 躬身称是 说 这件事 还要知会附横 阿贵 今晚我就写信请示 张廷玉也在南京 要不要他知道 那个窦光奈也要深斥 不过不用旨意 他的奏折里 没有一件事 差有实据的 乾隆的目光 在灯下炯炯有神 说 凭着耳听封闻 不便真伪 贸然就明哲败奏 都这样 大臣们还能办事不能了 将一级处分 你们军机处 就有权处置的 张廷玉已经退休了 不要再缴差事 安胜荣养 少管是非 是他的本分